今天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上個禮拜的部分 上個禮拜是第六次 今天第七次上課 上個禮拜的話 主要是講到有關大樂透資料下載 大樂透資料下載跟亂費下載 其實最大的差異應該可以比較出來 就是我們的大樂透的下載部分的話 這兩個其實都是用規律table 所以兩個其實我都有提供給各位一個 就是利用規律table的範本 你們可以從雲端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是只下載單一個頁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樣用規律table 然後差別你可以比較之下 你會發現因為萬惠資料是去抓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反正兩個都是用規律table 而且最大的差別是 CSV的話 它的前面這個參數 它是用叫TESLA 然後如果是用網頁的話 這個是叫UIL 這個UIL的話 後面就是加一個網址 最大的差別在這邊 另外的話這兩個範本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出來嗎 這個後面其實就是可能要給編碼方式 它可以是950也可以是6501 就是一個950的話是BIGO 然後UTF8的話就6501 這個 那上個禮拜的這個 主要是這個 叫WebTables WebTables 這個WebTables指的是網頁裡面的 這個 第幾個表格 OK 那這個表格是表格標籤 標籤的話一定開個小於符號 那也就是你可能要去算一下 這個網頁裡面到底第幾個 它會幫你把 第幾個表格幫你把它抓下來 所以 以後如果假設 那個網頁 它是一個表格的一個 一個標籤 那理論上呢 爬蟲用這個QuiTables是最簡單的 因為基本上你不用管說 這個 表格裡面的一些什麼 其他標籤名稱 包含就是說呢 它這個 標籤 至少 滿滿多的啦 就是像 一個表格一定是一個Table 那如果說 它一列的話 這個TR 那一個儲存格就是TD OK 那如果是這個儲存格 假如是放 標題名稱的話 又叫做TH 所以一堆的那個 標籤名稱 你可能要記一下 如果你假設 不太知道那個標籤名稱 你要抓資料 恐怕 會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其實爬蟲 我是覺得 如果可以用QuiTable抓 真的省時 省時又方便 但是假設不行的話 那可能 你就要 學一些其他的方法了 當然 就是爬蟲難度真的還滿高的 因為很多地方的話 假如你要把資料 爬下來的話 你可能還是需要 視情況而定 OK 那其實 那個一般 那個網路爬蟲 用一個語言叫Python 其實用的最多 你說兩個什麼差別 其實我覺得 結果都一樣 那 當然 如果難度 比起來的話 其實Excel還是相對是簡單 而且比較友善一點 那 所以 如果假設兩個結果都一樣的話 你為什麼不選一個比較相對簡單的方法 因為Python 現在我發現 很多 需求都是什麼 直接再把它轉成Excel 我想說 你Python 最後轉成Excel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用Excel就好了 這樣不是單一個 有點像是 你搭車好了 你直搭車當然跟轉車 你當然選直搭車一定是最方便吧 不然的話 你還要轉來轉去 那 你說那個 爬蟲部分的話 那個 Excel 是不是會有一些地方 做不到 其實我 我發現其實也沒有做不到 其實大體上 因為我兩個語言都有教 我Python也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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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發現兩個結果好像都一樣 那為什麼不選擇一個簡單一點的方法 OK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難度來說 我覺得Excel VBA好像相對 我自己感覺是簡單一些 但是 有一些地方 我覺得 如果你兩個語言都會的話 那當然最好 因為Python還是有它強的地方 OK 那裡面觀念其實都大同小異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我跟各位稍微複習一下 上個禮拜 大樂透資料下載 那所以呢 到底上個禮拜做哪些事 應該還記得吧 第一個就是我們 大樂透那個資料 所以我找了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叫樂透雲 那這個樂透雲的話呢 在這邊 有沒有 它裡面總共有70 這個是舊畫面 它有72頁 那當然理論上 假設你不會爬蟲的話 你變成說 你要一直不斷的Ctrl C Ctrl V 要72次 而且如果這個資料 會一直不讓變動 因為其實 這個禮拜應該又增加兩期 因為一個禮拜開兩次嘛 所以又有新的資料了 那假如說呢 你不用爬蟲的話 變成說 你要再更新資料上面 其實也蠻麻煩的 OK 所以其實 那未來 當然現在所有資料都已經電腦化 也數位化了嘛 所以 你假設不會用爬蟲的方式來做事 很多時候會遇到就是說 你可能資料抓會很浪費時間 所以上個星期第一件事 我們先抓第一頁 有沒有 那第一頁的話呢 我們是利用那個 有一個範本 叫做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嘛 然後 其實這個就抓第一頁啦 那網址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把第一頁的網址把它貼上 還記得吧 我們好像就從這個嘛 直接就複製 然後貼到那個我們的開發人員裡面的 這個 最上面這邊 我好像 這 這個是 應該是這 這個 那 把那個 貼上來之後的話 其實增加兩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 就是它的網址 這個網址 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 就是index page等於1 指的是抓第一頁嘛 然後 再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 web tables等於5 那因為我有算過 有沒有 教科技就是你 按右鍵 檢查 然後去查一下 Ctrl F 查一下那個 table標籤的位置 OK 然後知道說 它這個 我要的資料 剛好是在這個網頁裡面 第五個表格 所以把第五個表格 給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因為我們有72頁 所以我寫了一個回圈 你看還記得吧 就是 把這個回圈寫 裡面增加一個i的變數 然後最後如果要抓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什麼index page 等於多少 把它變成一個i的變數 串在中間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抓第一頁有沒有 它這個地方 就是index等於1 那它載入之後的話呢 我再把資料給抓下來 抓到我的 這個excel的A1 OK 不過呢 假設第一次是A1 那之後的話應該是 向下追蹤的 最下面一列加1的話 那我上禮拜講的 這邊加一個k的變數 k等於1 好 預設是從A1開始放 那之後的話呢 就向下追蹤之後加1 有沒有 然後得到k 所以呢 你會發現它一直往下放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把資料呢 全部都抓下來 所以這個第一個嘛 先清掉 有沒有 把資料清空 然後第一次是抓 第一頁嘛 所以第一頁把它抓下來 那因此可以推啦 總共會跑72次 ok 然後抓下來之後的話 當然喔 我們底下會有蠻多資料 必須把它刪掉 包含就是說呢 它裡面 有像這些沒有號碼的資料 所以我把這個沒有號碼的資料 這兩列有沒有 兩列兩列刪掉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那個 它每一個頁面呢 開頭都有這些東西啦 所以我後來 就是想一個辦法 怎麼樣 先讓它排序 後來發現 排序中的3應該是最快的 如果你說你沒有排序只有3 你會發現 我之前本來是沒有排序3 哇 那可耗時間 為什麼 它兩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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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還是可以三 但是三很久 後來發現呢 排序之後 那怎麼排序 還記得吧 我是把游標放在哪裡 放在A1有沒有 然後呢 它地增排序 應該是A到D 排完之後發現 剛好 我用的資料剛好都排在上面 那我不用的資料剛好都在下面 所以我用一個 控制力一下 所以這個 這個A欄的排序 如果用BBA寫的話 其實就是這一行 有沒有 Brange A1.Source 然後呢 Key的話 Key1是A1 就以A欄的第一個儲存格當代表 然後D真排序 然後有沒有標題 有排完 有沒有 然後再把底下的這些 有沒有 向下追蹤之後 這個底下的範圍把它刪掉 所以這邊B1向下追蹤 得到的 把它加1 從這邊開始 一直到A1向下追蹤 的這一列 把這個範圍把它刪掉 那寫出來的話 就是這樣 上面有講過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刪 某個範圍的資料 有沒有 就是直接這樣的 追蹤加1 然後給它一個R1 所以2155 然後到6531 最後的話 把這兩個變數 放在那個ROS 物件裡面 他就知道說 從哪一列刪到哪一列 這樣是非常快 而且程式非常簡短 有沒有 直接刪掉 OK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資料 就全部空了 再來 我們就是再把 把這個B欄的部分 有沒有 把它剖開來 所以剖開 現在我是用錄製的 是要剖C 剖開來 OK 忘記做一件事 先增加號碼 有沒有 1到6號 然後剖開來 再把B欄給刪掉 然後自動調欄寬 這樣的話 如果要全部把它 串在一起的話 很簡單 就是先Call P次 大家都要下載 然後刪除不要列 增加號碼 有沒有 所以 假設我希望把它 全部都湊在一起的話 那就用Call就好了 所以先Call第一個 所以我們直接跑一下 直接Call 有沒有 先Call第一個 它先P次下載 有沒有 然後其次的話 就是刪除不要的列 再中獎號碼 再資料剖C 再把B欄給刪掉 所以以後的話 你希望 把一整個流程 全部都 讓它P次完成的話 其實你可以分階段 你可以把它拆分 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然後刪除不要的列 有沒有 然後增加重獎號碼 1到6號 然後再 資料剖C 剖過來 然後再刪除B欄 並且讓它 那個自動調欄寬 OK 好 這樣完成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做的 總共的話 就是會有 總共5個SUB 然後整個 一個的話 這個就第六個 所以 六個SUB OK 所以建議各位 回去可以把這個 稍微再熟悉一下 那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要做什麼 其實 就是要統計一下 統計這個 有沒有 號碼1到49號 那 到底哪個號碼 機率最高 或者是次數最高 如果是機率的話 應該後面再處理它 總共全部的號碼 所以我們要做統計的話 很簡單 你就不需要說 一定要寫VBA 在統計裡面的話 有個函數叫COUNIF COUNIF非常好用 那我們只要跟他講說 在大樂透這個範圍 我好像有定義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號碼在 B2 CtrlShip向右向下 OK 那這個名稱的話 叫大樂透 不過它好像重新下載 這個範圍又跑掉 這個可能要重新自己下一下 大樂透 OK 好 Enter一下 所以這個要定義名稱 把這個名稱叫大樂透 不對 選錯了 選到這邊來了 如果你要修改這個名稱 公式裡面的名稱官員 這邊也有 這邊好像多了一堆 對這個名稱 OK 這把它刪掉 或者你把它 我把它變更一下 有不要放B2 CtrlShip向右 向下 然後把它打勾一下 為什麼範圍不同呢 因為我們資料 新增 打勾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來算一下 在最後就是 要算那個機率的時候 就是 先用come if 然後呢 給它什麼呢 給它這個範圍 幫我算一下 剛剛那個範圍 裡面出現1號 的次數是幾次 它算完了 從頭到尾方 你全部算完 所以come if 非常好用 算完之後的話 是324次 OK 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1到49號 就全部算完了 但是啦 如果你要算機率的話 應該是後面 在除以什麼 除以大樂透裡面 有多少個號碼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再 除以什麼 除以它多少個號碼 你可以用那個 統計在裡面的 有個叫count的函數 算一下 所以count 算範圍中數字的 這邊可以直接加F3 給大樂透 你幫我算一下 大樂透總共幾個號碼 算完的話是 總共歷年來開出的號碼 是15,071個號碼 你幫我除一下 這個它的機率 所以它的機率是 0.21495 OK 當然這底下也可以直接把它算完 不過這樣機率 機率如果這樣不好閱讀的話 當然你可以減少它的那個 小數點 比如增加 有沒有 當然取到 取到小數點的第五位 應該就很夠了 可是其實這個閱讀性 或者第四位好了 可是閱讀性不高 所以一般習慣呢 我會比較傾向就是把它格式 改成那個什麼 分數 分母的話呢 把它改成是 一萬為單位 所以我可以用一百來改 分數裡面有一百為單位 制定一下 後面加兩個零好了 所以這樣看得出來嗎 一萬次出現 一萬次的機率裡面出現 兩百一十五次 OK按確定 好 這樣就很清楚了 再來就用rank.eq排名 最後算出前七名 前七名的話 那一萬就是利用VBA的方式去比對一下 這個是上個禮拜我們講的 OK 那請各位稍微把上個禮拜這個範例 稍微複習一下 待會 不過上個禮拜好像還存在一個問題 前七名 其實我們是用格式化 去把它資料抓過來 但是最後好像有個問題 就是說呢 明明是要抓前七名的 可是卻只有 第七名不見了 有沒有 只有六名的資料 那為什麼第七名的資料不見了呢 其實後來發現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的那個排名部分 我用排名的方式 排名把它排序一下 我用A到Z一下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的名次好像有重複的 第一名 第二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名 兩個 所以第六名兩個的話 它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重複的名次 然後呢 變成說資料蓋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